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12月18日 中国空间站从梦天货物气闸舱部署 CES-10希望4号立方体卫星 日本无线电爱好者成功接收到卫星信号 梦天实验舱上专门配置了微小飞行器载轨释放机构 能够满足百公斤级微小飞行器 或者多个规格立方星的载轨释放需求 当需要执行释放任务时 航天员只要把卫星安装在释放机构肚子里 再整体安装在载荷转移机构上 跟货物出舱流程一样 经气闸舱泄压后 把释放机构送到舱外 随后机械臂抓取微小卫星释放机构 运动转移至发射方向 在收到地面发送的释放指令后 释放机构就会像打弹弓一样 将微小卫星弹射出去 实现载轨释放 有了它 中国空间站无需火箭 就可以在太空中发微小卫星 还能实现卫星的快速入轨 经济有高效 而对此美国指责 中国空间站的军事目的 巧的是 12月15日早上 停泊在国际空间站对接口的 俄罗斯载人飞船MS22 突然发生泄漏 飞船轨道舱的冷却系统 被不明物体击中 导致管道破损 内部的冷却剂 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向外喷射 当时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已穿上舱外服 正准备进行舱外作业 飞船发生泄漏之后 他们紧急停止了出舱程序 以防止有毒的冷却剂飘进舱内 这可能是中国空间站小卫星撞击导致的吗 其实这几乎不可能 希望4号立方星重4公斤 若是高速撞上空间站 后果是灾难性的 可能直接撞出一个大洞导致施压 而不是仅仅泄露冷却液 其实五国飞船载轨释放卫星 已经是日常操作了 比如在11月9日 离开空间站的天州4号货运飞船 在返回大气层的前一天 也就是11月14日 就载轨成功释放了制星3号A星 当时天州4号搭载了航天科技集团 五月航天恒星研制的 标准控温型立方星部署发射器 经过188天的储存之后 让卫星身处严酷的太空环境 依然保持正常的状态 而在2017年8月1日 我国第一艘霍运飞船 天州1号也曾成功载轨释放一颗立方星 释放前 该卫星已载轨储存104天 这一点非常关键 因为它涉及到此后空间站储存 和释放卫星的时效和能力 以往 日本HTV白贯霍运飞船也曾释放过卫星 甚至还进行过太空垃圾捕获测试 不过大多是选择 在飞船发射到对接国际空间站之前进行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飞船的标准控温型立方星 部署发射器技术还不过关 至于国际空间站 在轨释放卫星已经是日常操作了 比如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今年6月29日晚上 NASA就从国际空间站的美国舱段中 释放了一颗代号 BD-28的位 按照俄方的报道口吻 这是一颗秘密军事卫星 目的是监控中国刚刚发射不久的空间站 而在2012年的9月 日本曾在一个月内通过希望号实验舱 连续载轨释放了五颗卫星 其中三颗是由日本歌山大学 东北大学 福岗工业大学研制的 剩下的两颗则是由美国秘密提供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空间站在轨释放卫星 除了更节省燃料 不受火箭航班的限制之外 部署方式也更加灵活 甚至还可以回收 并进行载轨维修 更重要的是 在当今世界传感器遍布的情况下 要想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 不让外界知晓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从空间站在轨释放卫星 只要不报道 绝大部分人还真的无从知晓 所以美国才经常用这种方式 载轨秘密释放军事卫星 将太空飞军事化置于脑后 而就在15日傍晚 我国浙江上空一颗火流星穿越天际 此后 金华浦江县潭西镇城头村的村民 在公路旁捡到了落地的陨石 这块陨石还把路面砸了个坑 而12月14至15日 正好是双子座流星雨期间 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 国际空间站所在区域 正好位于俄罗斯2021年 反卫星测试的碎片云区 被未受监控的极小碎片撞击 也是有可能的 俄罗斯飞船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泄漏的情况了 2018年还曾发生 美国宇航员故意破坏的情况 但NASA坚决反对这个说法 11月30日 NASA局长比尔纳尔逊 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些攻击是虚假的 缺乏可信度 美将军还指责中国空间站机械臂 可以用来捕获和捡卫星 不过国际空间站也有类似机械臂 目前俄罗斯启用了随科学号实验舱 一起发射的欧洲机械臂 抵径观察飞船破损处的具体情况 欧洲机械臂 英文缩写ERA 它是欧洲研制的第一款空间站机械臂 载体却是俄罗斯舱段 和我国空间站的两条机械臂一样 欧洲机械臂也可以进行7自由度爬行 但自去年7月21日 和科学号实验舱一起发射之后 一直被绑在舱外 迟迟不见动静 直到入轨的9个多月后 也就是今年的4月29日 在俄罗斯宇航员出舱作业中 才终于解除了封印 和我国机械臂自动解锁不一样 欧洲机械臂发射时 是和俄罗斯科学号实验舱捆绑在一起的 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捆绑 用胶带将它和舱体牢牢固定在一起 所以在宇航员出舱之后 先要动手撕掉这些胶带 然后才能将它解锁 据说紧紧撕胶带的工作 就用了两次舱外作业的时间 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 解锁后的欧洲机械臂 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甚至在今年7月12日 时任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的 罗戈金还曾表示 停止使用为国际空间站 俄罗斯部分提供服务的欧洲机械臂 而现在算是终于活过来了 此前科学号实验舱发射前 国际空间站的加拿大二号机械臂 也曾离开大横架上的基座 爬到曙光号功能货舱上 对即将使用的俄罗斯对接口进行检查 干这个事情是太空机械臂的强项 而失去部分冷却剂之后 有消息说俄罗斯飞船舱内的温度 一度达到了近50度 最新的说法也有30多度 正常来说 载人飞船舱内是20多度 现在已经超了近10度 这显然给宇航员的返航 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目前俄罗斯有几个选择 首先是紧急从地面发射一艘新的载人飞船 接替联盟MS-22 按空间站载人飞船发射的惯例 一般都是一艘飞船为发射 而下一艘则作为备份 两艘飞船都已经生产完毕 另外在拜科努尔发射场 联盟火箭也有库存的 但必须要了解 这不是热备 也就是说无法随时准备发射 必须要推到发射台上 加入燃料 并且进行所有测试项目 然后再发射升空 以中国神舟飞船紧急救援的准备时间 大约为8.5天为例 联盟号发射准备时间也不会短 相信SpaceX的龙飞船也不可能热备 其次 则是让联盟MS-22提前离轨 返回地球 按照原计划 飞船还有100天左右的任务期 提前返回 将对空间站的运营产出较大的影响 目前国际空间站上总共有7名宇航员 其中美国三人 日本一人 俄罗斯三人 联盟MS-22真要提前返回 俄罗斯舱段就无人照料了 第三个选择 则是派人是堵漏和重新加注 宇航员出舱堵漏 俄罗斯原先操作过 2018年美国太空钻孔专家 瑟琳娜 在联盟MS-09轨道舱钻孔之后 就是俄罗斯两名宇航员 去舱外找到病灶 并修补好漏洞的 但是太空重新加注冷却液 不但是前所未有 甚至估计地面也从未模拟过 就算俄罗斯宇航员再大胆 也不会冒险尝试 如果联盟22号报废 此时要紧急撤离国际空间站 那么有三人将无路可走 假设一种非常极端的状况 比如国际空间站遭遇了陨石雨 或者碎片云 瞬间国际空间站 可能会被大规模破坏 宇航员们甚至只来得及 用船上舱外宇航服维持生命 必须在十几个小时内完成救援 此时该怎么办 地面发射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天空空间站的 太空救援 有可能吗 答案是 确实是有可能的 但困难很大 从理论上来看 两者最近时只差高度的十几千米 但最远可达两万千米以上 这个过程是动态的 随时都在变化 如果神舟15号飞船 要去到国际空间站 那么必须要考虑几个问题 首先是燃料是否足够 因为去国际空间站 不仅要加大轻角 而且还要爬升高度 另外还要调整相位 这个过程在十几小时内 完成确实非常困难 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燃料 其二则是如何对接 因为中国的神舟飞船 并没有打算对接国际空间站 因此对接口是否符合 国际空间站的标准 也是一个问题 此前有一份资料称 中国的神舟飞船对接口 用的是IDSS标准接口 但并没有被证实 我们只能假定不能对接 那么当神舟15飞船 靠近国际空间站时 只能采用宇航员穿过气闸 然后进入打开舱门的神舟飞船 而且国际空间站上 剩下的三人无处可去 而神舟飞船也只能承载三人 因此司机的位置就没了 不过神舟15飞船 也可以工作无人遥控状态 所以这倒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另外天宫空间站满载就是六人 目前天宫空间站上 只有三名航天员 因此将这三名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 带到天宫空间站上生活一段时间 倒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飞船仍然只有一艘 如果此时中国的天宫空间站 遭遇危险 那又该如何处理呢 所以问题来了 要是国际空间站真的出现问题 我们该不该答应救援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